在19年其实这个财的方位就是在东方 就是在东方 但是在秦门敦甲里面这个东方有点怪 它既可以把你的财运提升 也可以让你破财 它这一年就有一个这样的特性 那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它 当然先把自己的财守住 大家可以在这个东方的地方 放一些可以守财的东西 比如说是赚钱的一个盒子 或者是你自己平时你往外走的时候 那些包包啊那些就放在这 也是家里中心的东方 就是你每天回到家里 你把自己的小包包 你的公式包 你的放钱的那些包都放在东方 就可以聚财 但是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本身自己那些包包 已经开始有点破皮啊 或者是已经有点烂的话 那你就千万记住别放那儿 你一放的话就好像我刚才说 既可以吹财也可以破财 如果你放一些烂的东西 特别是跟这个钱有关的 那就立马破财 你放一些名贵一些的 精致一些的 漂亮一些的那些 都可以帮你聚财的 那您刚才说是在家里的东方 那是不是一些上班族 也可以在办公室的东方 可以可以 就是在自己做的那小小的位置里面 你就量一下哪个位置是东方 那你就可以 有时候放那些包包可能不方便 那你就找个一个器皿 把这些零钱放在里面 就聚在那 但是要留意我 很多时你们放了一些风水物品 往后的事情就好像感觉到不零了 是否呢好像 这财运好像本来是好好的 那么突然之间就没了好像 其实你们要留心一下 如果那个地方开始脏了 有些尘埃落下去了 你就把它烧掉 那你财纹就可以长期的聚下去 否则的话很快就没有了 这些财 就是我们摆好东西 这个一些帮我们催运的 这些物件之后 我们还要打理它 对啊 我看很多人都没有打理 一两个月就 让它就随随便便了 那往后的十个月就好像没运走了 那只随随便了